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是產後剛滿三個月沒多久 然後你可以看到像是我的手臂 我的腰啊 腹部啊 整條腿 都是搭配運動還有按摩 運動的部分我可以分下一次再講 因為我上一台其實已經拍過運動的影片給你們看了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我平時晚上喜歡找我的身體按摩有哪些 這一盒就是我自己平時晚上會用的所有東西 這個是我睡覺會戴的這個熱膚的眼罩 然後還有這個木書 就是睡前會稍微拍一下頭皮 然後可以促進那個毛囊的活化 我的潤成紋油 指緣油 其實我手指頭非常乾所以我會擦指緣油 再來呢就是護唇膏一個是這個 另一個是這個 這些都是我在愛用小屋有提過的 接下來這三個呢是我沒有在愛用小屋給你們講過 可是我真的非常需要的 就是這兩罐加這個 然後呢身體按摩就會用這一罐 它裡面有粉紅胡椒 黑胡椒 還有像是玫瑰果油 然後對皮膚就是如果有紋路的 或是你有凹凸不平的肌膚的狀況 然後就比較鬆弛的 都可以讓皮膚變得比較緊緻 然後比較滑嫩 所以我身體的按摩油就是用這個 那我先在上面 然後它的味道非常的好聞 就是很像那種去比較高級spa管 然後那種精油的味道 好啦開始按摩就是 我會這樣子轉 然後再來呢你就可以用手握著一個拳頭 然後印下這邊 然後再來呢就是腿啦 腿的話呢我會去用這個油 這樣子 我的大腿呢 主要是上面會比較粗一點 所以我會加強在上面 那像它呢對於皮膚的紋路啊 平滑效果很好 所以呢像這邊比較有可能 有那種橘皮的狀況 或者是你的屁股下緣 有那種微笑線的這個地方 如果比較暗沉呢 也可以用它來按摩 因為它可以讓你皮膚變得比較涼 然後呢你就可以這樣子按摩 然後由下往上 這樣按 然後像大腿這樣子按摩了 差不多三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然後呢腰也可以喔 就是你一樣 噴幾下 在側邊 你會讓你的腰變得比較細一點 這樣子按摩 然後這一罐呢 就是做局部索身用的 像這一罐呢它一樣 可以讓你的皮膚變得比較緊緻 然後可以加強讓線條變得更好看 所以就是說 你可以用它來讓整個身體按摩一遍之後呢 再用它局部去加強某些位置 因為它是強調局部的線條嘛 所以它對於按這種屁股也是非常好 所以它會讓你這邊的微笑線 比較有拉體緊緻的感覺 可以加強這樣子拉 然後最後呢 就是這個 這是專門給腿做按摩的 搖一搖 然後噴在手上 你也可以直接噴啦 可是我的手痛這時候已經非常的油了 直接噴會有點不好噴 所以我就會頂在我的腳上 這樣子 再開始按了 你看我剛剛跪太久 膝蓋都紅了 好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我小腿按摩的時間呢 會稍微久一點點 通常呢可能三五分鐘 可能甚至更久都不一定 因為我的小腿比較粗 所以要多一點按摩 好這就是我自己 平時按摩搭配的東西 但是大家要記得喔 你不要幻想就是 只靠這些東西會變很瘦 如果你要變瘦呢 或身材線條變好呢 一定要運動 然後搭配飲食 然後像這些按摩的產品呢 是可以輔助 讓你線條變得比較雲襯 然後皮膚也會變得比較緊實 皮膚也會就是很有光澤 比較漂亮 所以我覺得是 一定要相符相成啦 就是運動 飲食再搭配這些東西 你的身體的曲線 就會變得很好看 不管是比較年輕的女生呢 或者像我生過小孩了 然後年紀也已經超過三十歲了 你一定要讓皮膚變得很緊 整個線條呢 一定要維持住 才會整個體態呢 看起來是比較年輕的 而且適當運動呢 確實對身體也是比較好的 我希望你們喜歡囉 掰掰